西方史学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世纪诞生 不愧为历史学世纪的亏宝 19世纪世界历史的重大成果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 还有一种思想能够以马克思命名的思想 引导亿万人民前行 不断的推动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不仅毕生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而且毕生致力于全人类精神文化 遗产的批判继承与创新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在 他对人类全部先行学术和学术成果的剖析 研究与思考 马克思的睿智与剥削 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 迄今为止前年第一次想家 同样由马克思奠定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以来 虽经历坎坷 但引导着历史学的前进方向 我看一眼了 就是怎么能够的 然后便利 season